這陣子 市長在青春愛台的說法 是持續引起來來來討論 上後市議會定期待會 市議完全有序的基礎 民進黨立法院總調劑林柯建民領委 台獨東港是兩花交流上大將來 建議要修改東港 正對這件事順問市長的意見 市長在會議說 中國要求是愛台灣接受救議共識 修改台獨東港對兩花交流是並沒有幫助 每天報道民進黨立法院總教科建民 才受訪問這次 民進黨的台獨東港是兩花交流上大將來 市議院創有非上後一順市長的青春 但是支持統計還是修改台獨東港 青春回應 中國要求的是台灣接受救議共識 的支部是一個領地 統計台灣東港對兩花交流沒幫助 兩岸交流台獨黨港是兩岸最大的障礙 他也主張說民進黨可以暫時修改 黨港務實來做這個看法 統計台獨黨港 暫時而已 對兩花交流沒幫忙 那是大家看法不一樣 你聽我說 因為他要求的是接受九二共識 以後他希望的一步就是一國兩國 沒關係 對著這幾年 他們去的陳中愛大政議 若青春再次所表達 他對兩花交流的看法 大家彼此要拋棄陳建 各自統獨爭議 大家共同合作 來發展台灣 重大台灣 對中國我們也一樣 如果說我們國內已經各自統獨爭議 我們也大家合作 向中國說 憲主席我們也應該兩岸要各自統獨爭議 求同存異 鐵條新見 中通獨爭議 空一邊 若青鐵令爭議 先對過來開始做起 不可能東北 再會發展台灣 總代台灣 連華也應該給我同尊一 這下是正確的做法 記者邱玉文 中西城起 記輝 彩虹伯德 共同學 共同學